嗨!我是佩妮 對!我們家多出了這一幅我之前畫的畫 我想說我要把我的背景弄得很漂亮一點 還多了這個飲水機 就是 我們家的東西真的是越來越多欸 旁邊呢我們還中了薑跟打蒜 還有蘿勒 我是不是表情有點太多 我家的東西真的是越來越多 今天我要來發明一個麵 不是發明啦 我相信應該也有很多人可能已經做過了 這個食譜呢完完全全是靠我自己的想像 我把它寫出來之後 我覺得嗯好像會很好吃 今天要來做的就是 墨魚麵 我其實真的本身就很愛吃墨魚麵 然後我有一天就是去了一家老甲推薦我們 去一家餐廳吃飯 我就點他墨魚麵 哇超好吃的 然後我就自己很想要做出這個味道 想要用這個杏仁奶來做我的墨魚麵的醬料 首先我們準備了大蒜 檸檬 加 我是買有帶頭的蝦 今天很特別的是我想要用這個粉 這個粉呢叫Paprika 奶油 這個起司 那菜呢我是選擇用菠菜 這杏仁奶呢它是非常低卡的 所以已經就是吃澱粉了 所以我想說希望可以就是不要太肥 奶油又起司 本身就很喜歡吃墨魚麵 有一次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那家餐廳的墨魚麵超好吃 因為我知道我是自己不可能做得出來那個味道 剛剛水其實已經燒開了 我想要先炒 用蒜頭跟奶油炒蝦 炒一下下就好不要炒太久 大概三分之一熟就好了 把牛奶加進去 倒這個Paprika粉 菠菜跟起司最後再放 先老甲幫我長進它剛好回家了 先把大蒜丟進去 後來就好試一下 鮮奶油炒蝦 好�醇 吉尾 就算了 跟馬鈴丁 香水 米韓 игр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身汗 忽略後面抽風機的聲音我關不掉 試吃我的墨魚麵 泡魚烤好了 先吃個麵然後我再來剝蝦 這個味道 是不會吃膩的那一種 就是味道沒有 因為我奶油只放一點點 所以不會太膩 好不錯欸 但是在做的話我所有的調味粉 不膩是歸不膩 但是鹽巴 胡椒這些都可以再多放一點 蝦 蝦我還買有帶頭的 所以裡面有那個 這個頭好好吃喔 嗯 它今天蝦子是新鮮的 我個人呢很喜歡吃那種 也是很喜歡吃很膩很膩的麵 可是那個是真的吃到一半就會 吃不了 雖然說真的味道很好吃 再來吃吃我拿手的三文魚 海鮮麵 我覺得這可以賣欸 這一盤感覺還不錯 嗯 喔 三文魚 太好吃了 先問老假 他覺得成不成功 總是覺得挺好吃的 剛剛單一吃那個醬味道是 蠻濃的 可是拌了麵之後 味道就沒有這麼重 你吃一口看看 可是我覺得我們拿我的那個調味料 就沒有放出來 不是 可是有沒有 因為你剛剛倒下去的時候 你倒了一些團鍋煮麵糰下去了 所以他就不行了 不然本來我那個湯還蠻輕的 所以還要再多煮一點汁 那汁要再多一點 味道要再重一點 因為又多加了青菜 我調配的這個食譜的味道是好 但是鹽巴跟粉 所有的粉跟奶油都可以再放多一點 太多就會太膩 會太鹹 太胖 好 我覺得今天來這個是蠻成功的 所以我要把它寫進我的食譜裡面 給大家一個idea 可以做飯的idea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